今天呢我分享一道家常菜 藕片很多人都喜欢吃 在家紫阳做才能够好吃 入味清脆又可口呢 我把我丛熟20多年的经验 分享给家人们 首先去了皮的藕片 咱们给它切成薄片 薄后一定要均匀点 这样的口感更合适一些 再切一点红辣椒配下颜色 切点葱花更加的提味 锅中烧水 水里边加一点食用油 再来点精盐锁住藕片的水分 还能锁住藕片的营养成分 再下入藕片焯一下水 手机有店的家人们 每时三哥求你件事呗 给我点个小红心呗 就是照着屏幕点亮下 您就帮我点亮下吧 辛苦您了 水开捞出空干水分 一瓶鲜酱油少许来一点 再加入点白醋 鸡精加入两小勺 精盐加入一勺白糖再来两勺 少许的香油更加的提味 下入红辣椒葱花和香菜 再来一勺辣椒油 咱们也得抓拌均匀 一定要抓拌均匀 这样做出的偶片 清脆又可口 我每天都会分享到好吃的家长菜 如果您也是第一次刷到我视频 一定要给我留个关注 要不您刷着刷着 有什么菜不会做的 就找不到我了 最后还能一话 关注我 你不会损失什么 不关注我 或许你会错过很多 感谢 对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